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知名网红布洛克催眯外形甜美,时常在网路上分享穿搭及美妆资讯,吸引大批粉丝关注。 他去年曾发文告知将暂时离开工作,原因是发现自己右胸出现不明硬快,检查后却枕离患乳癌。 近日他在自己的频道发上影片,内容为他当时得知生病时的心情,影片中数度累崩,六日则在IG坦诚为了要让自己活下去,必须忍痛放弃生小孩。 催眯发的这段影片生中病时最想听到的安慰方式一击地雷,传达的是他当时得知离癌之后的心情,他表示自己心情真的非常难过,身心里都接受住强大的压力,更让自己陷入忧郁。 影片中坦言自己得了乳癌,化疗的这段期间,导致头发,眉毛全部掉光,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生病的时候还是漂亮的,直言,我不想要因为生病,就剥夺我想要的一切。 他很感谢粉丝对他的关心,但过度地询问他生了什么病也让他感到极度压力,六日他又在IG现实动态要粉丝不要再问他什么时候要生小孩,他悲痛地说,为了活下来,有些事我必须放弃。 虽然他自我安慰两个人就很好了,但知道时还是喷了几滴泪,让粉丝相当心疼,纷纷为他加油打气。 知名部落客崔咪拥有大批粉丝,翻设字脸书,崔咪坦言之前自己因为要去化疗可能无法再拍影片,数度累崩。 截取自YouTube,崔咪希望生病时还是漂亮的,不想因为化疗让自己显得苍白,不想因生病剥夺想要的一切。 截取自YouTube,崔咪表示自己因生病忍痛放弃生小孩。 截取自IG,相关影片,影片来源YouTube,如遭一处敬请见谅。